大家好,今天和大家探讨几个问题吧 一个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 一个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一个是公于私的关系 过去的这两年嘛 这个国际啊 风起云涌啊 国内呢也风起云涌 很多社会思潮也变化的非常的快啊 但是很多变化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 总入到另一个极端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啊 确实是辩证的啊 一个我之前说过 毛泽东见杨振宁的时候 俩人探讨了一下社会发展的规律嘛 就是世界是不停运动的 运动是不停发展的 但是这个发展不是直线的 它是曲折性的发展 螺旋式的上升 但是不管怎么讲 总体是发展的 所以社会没有终极形态 对吧 所以批判了一下赫鲁晓夫的 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因为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形态 共产主义之后 它也会有新的社会形态 至于新的社会形态是什么 大家并不清楚 但总的来说 就是客观世界是不停变化的 而且这个变化是成螺旋的 成螺旋的就是有周期性的 这个周期性呢 就是当年开放的可能变成保守了 当年保守的可能变成开放了 当年强调工的可能就强调私了 当年强调私的可能就强调工了 当年搞计划经济的突然就搞市场经济了 当年搞市场经济的 现在又开始要往国有化上走了 对吧 当年强调个人奋斗的很多国家 现在呢 开始往左走了 比如美国的Bernie Sanders 欧洲也一样 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当然右的倾向也非常的严重 那就总的来说 世界是呈现周期性的 对吧 这个转圈啊 在这个圈子当中不停的转 当然这种周期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都有一定的关系啊 尤其是在资本驱动型的社会 那么在资本的早期中期晚期 它所实现的目标 给社会带来的收益 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都是在互相转化的 所以很多问题啊 没有一个终点 很多事情啊 都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的啊 因为客观世界在不停的变化 那人的主观思想也要不停的变化了 实现主客观的相统一嘛 这也就是说不要抱有偏见啊 不要抱有 比如假如我读书的时候啊 或者我的生活经验等等的一些东西 去看待一些新生事物 往往会看不准的 这就是说你没有跟上客观世界的变化 客观世界其实是一听变化的 那么再回到今天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吧 就是这个国家个人啊 共和思啊 集体和个人 等等 其实首先呢 从这个哲学上来讲 尤其是马哲 对吧 也是辩证的呀 凡事都有两面性啊 我们先从国家来讲吧 国家的发展呢 有横向比和纵向比 纵向比就是它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嘛 过去就不谈了啊 不管是新中国成立 包括改革开放啊 包括我们到今天 整体都是进步的 社会有钱的肯定是比以前更有钱 穷的那比以前过得也比较好了一些 对吧 社会整体是在发展的 那么就是横向比 横向比就是你和你的邻居啊 和你身边啊 甚至你要和马云等等这些富豪比一下 它体现的呢 就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状态啊 当然目前主要衡量这个数据的就是基尼系数 显然我们的基尼系数不低 对吧 当然你像美国也不低 香港啊 甚至比我们大陆还高 抛开他们单独谈我们自己 这个贫富分化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横向比啊 在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 横向比 那么它体现在很多啊 体现在教育啊 体现在住房啊 体现在医疗啊 等等 这个背后呢 其实你又能回到纵向比啊 一个就是资源不足 一个是发展阶段 对吧 你就譬如医疗吧 这个可能我们是相关的 医生的人数不够 太多了呢 很多医生就可能找不到工作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就不去探讨了 以前说过 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啊 是一个汉奸和英雄并存的民族 但是抛掉汉奸 抛掉英雄 大部分人都是用脚投票的 都是个人的主观情绪 主观境遇 对外界的一种应激的反应 比如这几年流行的一句话 叫越出国越爱国 那为什么以前的人 越出国越不爱国呢 就是因为双方的发展差距太大了 所以爱国本身就是一种 对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 这么主观的应激反应啊 其实包括以前读过韩非子啊 韩非子大概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说爱国者要让他获得利益 他才会爱国的吧 靠这个情绪啊 或者精神原子弹呢 对少数人管用 对大部分人并不管用的啊 所以这种爱国的情绪呢 又会反映到 对吧 这个纵向比和横向比上 看你看哪一个 这个要深入也挺复杂 也不做探讨了啊 关于这个关系呢 简单来说 以前啊 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台湾的中学校长 教授某都忘了啊 就只记得他最后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的形象 就说下大雨了 突然前面有一个棚子 你进了这个棚子里了 这个棚子为你遮了雨了 但是这个棚子也要倒了 所以你要扶住这个棚子 他用这个关系呢 来比喻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关系比喻的 还是非常形象的啊 就是个人 对吧 要扶住这个棚子 或者扶住这个国家啊 但是这个国家呢 也要为你挡风遮雨 双方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啊 对吧 并不是一个单方面付出的关系 包括你爱国也好 或者如果也好 那这个国家显然要给你一种正向的回馈 不管它是发展的好啊 或者其他方面 同样对国家来讲一样 它给个人以正向的回馈 对吧 那这些个人呢 才能更热爱这个国家啊 就像前面说的 为什么 对吧 50后 60后 尤其改革开放出去的 那这个恨国党就比较多呢 那到90后 00后 不再爱国党就比较多了啊 当然780后 偏中间吧 右左右右的 这说明 这个5060那个时候 国内和国外的差距很大啊 到9060之后 国内和国外 你不能说没有差距吧 但是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甚至在很多的领域 我们已经领先于它了 7080吧 就面临着这么一个左右摇摆的地方啊 中国在往上走 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的和国外拉近差距啊 所以很多呢 受到的影响 就是这么一个左右摇摆的状况 那所以再回到集体和个人吧 美国主张的是个人主义啊 所以很多人我看有一种情绪化 对吧 大家批判个人主义啊 我觉得这也不太对啊 这个个人和集体和国家和个人都一样 都是个辩证的关系啊 有个人才有集体 同样有集体才有个人嘛 其实包括美国也一样 你能说这个个人主义是真的个人吗 不是的因为在社会产业分工 这么密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存在的 对吧 除非你是小能经济自给自足啊 越是社会分工越密切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在集体当中啊 譬如我是个程序员 你吃的饭 可能是美国家中的农民种的呀 也可能是墨西哥的农民种的呀 你怎么能脱离这个社会的分工而存在呢 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啊 这个个人不能脱离集体 集体也不能脱离个人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程序员 那加州或者墨西哥农民种的菜 就有可能没有销路了 是吧 所以这个作为集体呢 作为整个社会分工呢 你也不能脱离个人啊 其实我们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啊 毛泽东时代啊 把这个事情也很说的清楚吧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是吧 就是我为集体 集体也为我啊 如果呃 集体对吧 光让个人付出 个人又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集体的意义就不存在 同样集体光向个人付出 人人都想向集体索取 那集体也不堪重负 它也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嘛 其实公寓司啊 也是这个关系 不详细的说了 就简单的说低点啊 譬如往往集中在这个公务员的身上 包括我们很多包括公务员的呀 他奔着的是什么 待遇好 工作不错啊 呃 也有一些吧 也有一些 我看网上也经常吵啊 你这个都拿工资了 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这个服务啊 似乎就要不拿工资 当然这和我们过去某个时代的某些党项有关 比如做好事不留名啊 我一贯反对啊 我觉得做好事不但要留名 还有满世界的表扬满世界的宣扬啊 还要再让让他在物质上不要受到亏欠啊 做好事不仅仅在名上在利上 都要让他获得 这样的人才愿意做好事嘛 你搞不做好事不留名这套 那谁愿意做好事啊 那就回到前面呢 你不管说是爱国呀 为集体都一样啊 包括做好事 你个人你要得到正向的回馈啊 没有正向的回馈 搞精神原子弹显然是不行的啊 那再回到今天这个话题吧 你挂公园或者其他的都一样啊 首先他有他私的部分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份待遇不错 这份工作不错 那又有他功的部分 功的部分什么呢 你这个规章制度啊 或者你社会发展的责任啊 等等啊 你不能贪污腐败啊 也是不能因公废私 同样也不能因私废公啊 二者都是辩证统一的嘛 有公也有私 有私也有公 有个人也有集体 有集体也有个人 同样有国也有家吧 或者有家也有国啊 二者呢 都是辩证统一的啊 是吧 那么具体回到公私这一面 就是融私又不融私 同样 对吧 融的个人 又不能完全融的个人啊 这个辩证关系 但是像我这种说法啊 就比较笼统了 在具体的领域 具体的个人 那就要做具体的辩证吧 呃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公务员等等啊 我一直主张权力不分公司的 其实包括很多企业也一样啊 你举个例子吧 譬如一个销售人员 啊 他肯定跟你说呀 对吧 我为了客户好啊 假如你是买个化妆品 对吧 我肯定是从你的皮肤啊 你的肤质角度考虑啊 等等 如果真的这么考虑很好 但是这个考虑背后呢 也是他卖出一件化妆品呢 能有提成 对吧 能有他的收入啊 这也是公克思的关系啊 同样的 你不能为了你的这份收入 和这份提成 胡说八道 明明这个化妆品不适合我 你非要卖给我 这就不行了 对吧 但是你也不能说 呃 让这个销售人员啊 光为了我考虑 推荐我最适合的化妆品 但是他又不要拿提成啊 又不让人家赚钱 这显然也不行啊 其实这个关系啊 和公务员的关系都一样啊 我往往会把这个权力啊 公私啊等等 把它放到一个维度 其实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维度啊 无非就是社会职业 对吧 这个社会职业呢 呃 扩展一下 就是公克思的关系 公克思的关系 再往上扩展 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个人集体的关系 再往上扩展 就是国家和个人 你或者是国家和家庭等等 这一系列的关系 但总之吧 这些关系就是这么一个 辩证的关系啊 是一个 有私又没私 对吧 荣丝又有私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付 заяв 优优独播剧场 Scriptures committee切ere